哇哇 虽然是下雨了 但是没关系哦 下雨了呢 我们一样可以玩得很尽兴啦 因为呢 里面就很好玩了 外面呢 没关系 我们留待明天的早上 如果天气好的话呢 我们就带大家去绕一圈 这整个周遭的环境 我们现在是在桃园的名人堂里面哦 桃园龙潭的名人堂 来名人堂花园大饭店啦 有没有看到这个接送的车子 想坐吗 不用钱的 怎么说不用钱呢 等一下告诉你们 如果没有车子的人怎么到这里啊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名人堂花园大饭店 在桃园龙潭这边 那很多人呢 会问我说 没车怎么可以去的啊 当然可以哦 等一下教你们哦 没有车子怎么来玩呢 而且呢 不用钱哦 有接驳的不用钱呢 要怎么搭呢 待会跟大家做个介绍哦 有分台北的 有分桃园的哦 那怎么做 来来来看过来 现在呢 外面正在下雨 我没关系啊 我在里面一样可以玩得很开心啊 里面呢 躲起来就可以玩两天都不用出去咯 完全不用走出去 大门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走一遍 很多网络上介绍的完美景点 到底是在哪里呀 全部在里面 躲在里面 一点都不会遇到下雨的地方哦 全部都在里面玩 现在呢外面下起大雨了 我们就介绍室内 让大家看一下 那明天呢 早上的时候呢 等没有下雨的 我们在大家走户外的 走户外的环境做介绍 那现在呢 跟走我一起进来吧 首先进来是他们大厅部分 来介绍大厅一下咯 还有呢 跟他们介绍非常特别的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办店 有自己附设一个旅行社在这边哦 他们的旅行社呢 你可以来这边报到之后呢 可以到旁边 这边有个旅行社的柜台 你到旅行的柜台这边呢 可以预约 你也可以预约一个半日行程 可以带你出去玩 所以我刚刚说的没开车没关系 没开车你也可以在这附近半日游 那你呢 怎么来这里呢 很简单 来这边 左手边一个服务中心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接驳车 怎么来做个做法 不用钱的 就可以到这边来玩咯 首先呢 如果要从台北出发呢 应该怎么来呢 不好意思 刚有电话 电话插播不好意思 跟大家解释一下 接驳车免费的 应该怎么使用呢 免费的接驳车 说来看一下 明仁堂兄弟 兄弟是指兄弟大饭店 在台北的兄弟大饭店 然后他固定的每一小时都有一个接驳车 免费的哦 免费的哦 你可以从兄弟大饭店做到明仁堂是免费的 完全是免费的 但是呢回去的时候呢 哎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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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啦 好一样是免费 但是我们有点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是房客的话就不用钱 但是如果你纯粹来这边玩的话呢 你就要付一个有个发票 他希望你在这边是有促进他的消费 如果有发票的话上车的话 一个人的话就是如果消费300块 那小孩子的150的消费发票 你就可以从明仁堂做回台北是不用钱的 如果你是房客的话呢 当然是没关系 房客的话也是可以来这边 这边就是不用钱的 从台北把你接送过来就不用钱的 那再来呢 如果你从新竹或者是桃园的高铁站的话呢 房客的话也是不用钱的哦 他可以接送过来 桃园新竹也是有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时刻这样子看清楚 是免费可以好好利用咯 所以可以看一下看一下 如果没有车子的人呢 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东西 可以利用免费的搭这个接驳车 那再来看看这边 墙墙滚水子都很多人 今天是平日哦 今天是礼拜四平日 还是一样 客满全馆客满 那建议大家呢 就是他假热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去等一下球体的部分 每一层楼都很热闹 假热的时候呢就真的人很多 当然平日来的话呢 旅游品质差很多 拍照也少了很多人更赞了 那这个就跟大家讲的 这边他们附设的就是一个旅行社 可以在这边预约你的半日游行程 可以在这边登记 可以预约 那他怎么样的做法呢 一台车六个人就发车了 六个人就发车了 一个人只要700块对不对 对我记得很好清楚 好一个人700块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七个人怎么说呢 没有七个人没关系 我们可以包一台车 反正一台车就是坐满六个人 那你未满六个人 你要包车也可以就是 七六四十二 所以是四千二 就是一台车半日游 对可以坐满八人也是四千二 八个人最多八个人也是四千二 如果你是包车没有帮你凑团的话 哦如果自己全包的话 我就可以坐到八个人 如果我凑团的话 哦就可以这样子包下一台车 四千二包一台车半日游的意思 四个小时 那是四千二最多可以坐到八个人 也就是差不多两个家庭 对 两大两小的两个家庭 然后我们就是share这样一半 所以四千二一个家庭 只有两千一可以半日游 这边是可以做登记的 对不对 那看各个路线 然后你可以来这边参考一下 看你喜欢哪个路线这样子 也许他们有更好的路线 也都会做变化 他们可以量身定做 适合你的年纪 小朋友年纪的 但你去适合他的地方去玩 所以没有开车子的不用担心 你看饭店可以玩 饭店外面也可以玩哦 都帮你想的非常仔细的 这边就直接旅行社 在这边服务你们哦 非常棒吧 所以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车的 赶快笔记起来咯 赶快做笔记咯 再来咯 我们看一下 哦 这个厉害的地方 我们看到 整个前面 怕死人啊 甜点贵 一整排甜点贵 重点是什么呢 我跟你们讲 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吗 台北一半的价钱 一半的价钱 就可以来这边消费了 怎么说呢 你一定会掏钱的 你绝对会掏钱的 而且绝对必够 一定要摆 一定必摆 看一下 你看你看 有夸张吗 这么大克的泡芙 35块而已 35块 你没有看错 眼睛没有障碍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夸张 台北的消费半价而已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这漂亮 这漂亮 这好吃的芒果泡芙 整块 65块而已 准夸西洋甜点超赞 超大科 夸张了吧 夸张了吧 台北的半价而已喔 重点是看一下后面的餐厅 登登 这边喔 我要问一下 24小时 没有吃到饱 就是你可以点 那你可以把自己搞到饱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有胆你就给吃到饱 怎么说 24小时 有没有夸张 24小时 扯了吧 有没有扯 很夸张 这边也是 明天早餐的地方 就在这边 早餐也在那边享用喔 然后呢 24小时就在这边 这个餐厅 晚上睡不着 想吃甜点吗 OK的啦 也有其他的喔 不是只有甜点喔 甜点非常便宜 夸张 你看泡芙 45块这么大顆 来看一下我拳头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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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看看 大顆的不是小顆的 是大顆的 真的是便宜到爆掉了 42块都很便宜 来 戚风 35块那么大顆 这么多的 琳瑯满目的甜点 全部都是100块 以下就有了 好 英式的柠檬蛋糕 80块而已 80块而已 好 有没有流口水了 我又在拐你们了 我又在拐你们 花钱了啦 我又在骗你们花钱 来来来来 不花钱不行 掏掏掏 把钱掏出来 一定必吃 有没有看到 提拉米苏85块 有没有 生巧克力蛋糕75块 要死了 有没有夸张 台北的半价 而且坐在这个 来看一下看一下 登登登 坐在餐厅里面 哇塞太棒了 你看真的很棒对不对 然后这个哇塞蓝宝石 全部是饭店自己的 全部是哦 全部他们饭店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蛋糕 不用怀疑 都是他们的 都是他们做的 你看这个这么棒的 6寸才580 这么大 两个48还是一个48 这样子这么大个蛋糕 580 580而已哦 是两个48 两个48 这边太夸张了 蛤 一个吗 这个是怎样 烤布丁 48 我问一下哦 不好意思 那个烤布丁 那48 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 一个 一个48 也很大呢 烤布丁这个 你看那个高度 48 48 来啦 哎 李佩华 你也太内行了吧 房卡拿出来一下 房卡拿出来一下 你内行的 你内行的 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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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折 有没有看到这个棒球的样子 95折 你真的太内行了 李佩华 你果然是好朋友 你真的是内行呢 你真的问到重点了 房卡拿出来 再打95折 那不是太狠 你真的是太过分 被你撂中了 内行到几点了你 这张卡95折 全部哦 不是只有这边哦 所有的用餐 吃饭 全部再打95折 超赞的哦 哦 我要拐你们来花钱了 真的 必花的 不花不行啦 这个太夸张了 这么大一个 85块 芒果蛋糕 哦 我要赢你们了 来来来 快点开心 快点快点 我要拐你们来花钱了 花钱 花钱啦 85块 有没有看到草莓蛋糕 这么大一个 250折 250折 野球芝麻 还要打包 还要打包 还要打包啊 我们还要把它打包走 趁还有房卡的时候 打95折哦 房卡再打95折 可以打包 打包了 200多块 100多块蛋糕 真的太妙了 这边真的 老板佛心啊 还有这个草莓大福啊 太佛心了吧 饭店是不会 我这次把它变得平易近人一点点 有我在 我想办法 会让你们满意一点点的啦 有我在 你们心情会好一点点的 对 有我在 绝对 那来这边呢 钱给他花下去 甜点吃下去 绝对心情非常美丽的哦 来这边呢 不花钱也非常的难 我跟你们讲 绝对要给我掏钱出来就对了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我跟你讲 后面 一大堆吃的 来这边这个缺点 真的是吃不完了啦 太多了 后面呢 来房卡贴权 房卡搅出来 来这张 带着这张 这张金牌 老板了 这张 这张 95折给他打下去 有没有 趁这张卡握在手上 金牌 这张就是我的金牌 今天靠你咯 谢谢你 95折 跟着我走咯 95折带着走就对啦 这个只有个缺点 吃不完啦 太多东西可以吃 后面我跟你讲 还有个东西 都很厉害 每个餐厅 来来来看过来 便宜的很 你知道吗 这个来来来看过来 我们台大的 我们台大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大的 就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哦 台大的话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啦 我们给小小福那边的话呢 有个三明治牛奶冰 不用去台大 这边就可以吃得到 哎 卡片还贴出来 还贴出来 卡片还贴出来 哦 打折下去 多少钱 计算机自己按 我也不想算了 因为真的很便宜 25块还可以打95折 里面的还有这个冰淇淋 牛奶冰也是25块 还可以打折 里面的东西 再打折 我刚买饮料 也是打95折 里面饼干 泡面 这边都可以买到 还当然可以买一些特产 都可以带走 那另外一边呢 面包也是超扯的 好好玩跟面刀 跟大家做介绍 有个东西 来来来来 这边 什么都可以买这张卡 95折 95折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来来来 棒球 有没有看到 棒球面包 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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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生非常喜欢球棒 几块 几块 很夸张的 30块而已 有没有很扯 带不带走 当然要带 当然要打包 30块你不给小朋友吃吗 怎么可能 就算买来开心都好 30块 打包了 又包了又包了 面包 蛋糕 全部都给他包 太便宜了 30块 而且有包料的 他是 鹽花的球棒面包 30块而已 30块 都很便宜 怕死人 还有这个球给他带走 这个给他带走 魔球 魔球蛋糕 69 这样搭配一组 好 满足小朋友啦 诶 这个太棒了 这样才48块耶 这样子 48块 5颗 5个5个 这个才48块耶 所以连面包都非常划算 再打95折 房卡拿出来95折全部喔 很夸张吧 面包这么多 真的都不贵 哇这是起司才 这么多 这台北送来的啊 50块 里面给我放那么多 起司喔 下重本了啦 这面包从台北送来的啊 哇塞 这也太赞了吧 全部他们自己做的面包喔 全部是他们自己的面包 太划算了 全部给我打包回去了 哦 是不是 先来这边吃 吃完之后呢 隔天退房的时候呢 包一些回去当早餐 太赞了 当早餐都划算了 是不是 牛角32 这么大一个才32 所以真的是 不包不行了 这下真的又要打包了 包不完了 包不完了啦 这也太赞了吧 哦 然后面呢 好 这个来来来 来来来 安打安打全雷打安打西餐厅 安打西餐厅就刚刚跟你们讲的 我们在里面呢 24小时的 那这边有个牛肉面 哦 三雷安打的牛肉面哦 当然了 刚刚说的面包啊 甜点啊 这边也都可以点的到 24小时 也不怕你肚子饿 哦 想要睡不着啊 不断要的时候 竟然24小时餐厅 有没有太感动了啊 还可以吃饭哦 还可以吃炒饭炒面 什么都有哦 就在这边 那我们明天的早餐呢 也是在这边享用啊 这边有三明治啊 然后牛肉汉堡啊 24小时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就在这边 流口水了吧 松饼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吃得到 好 那这边呢 钱拿 钱来 钱来准备好就好了 重点是呢 质感又好 价钱又不贵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老板超有诚意的哦 哎 钱不够色怎么办呢 没要紧啦 24小时的提管机就在这里 来这边呢 不刷卡 现金也提得到 24小时的提管机哦 就在饭店里面 花不够的时候 钱把领出来就对了啦 好啦 看一下之后呢 后面有什么好吃的啦 太多了太多了 跟着我走下去 一楼的餐厅 好几间餐厅在这里哦 首先我们看到呢 我们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 日本料理啦 日本料理呀 日本料理呀 这一间就是吃日本料理的地方啦 那日本料理的话 除了日本料理外 里面还可以吃素食哦 如果吃素食的话 这一厅可以吃素食 有两个厅可以吃到素食 一个是这个金桂 金桂可以吃到素食 它是日本料理的地方 它可以吃到素食 然后里面呢 还有两个是铁板烧的包厢 对不对 在里面对不对 两个铁板烧的包厢 是在里面 在这个金桂 日本料理的地方 在这边 里面 然后呢 里面呢 也有素食的地方哦 一般饭店的日本料理 不会有这么便宜的套餐出现 580套餐耶 一般人都可以这样吃 所以当然我们也有高 580整套 580 580的套餐哦 他们价钱真的便宜近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 而且海鲜丼也不错耶 对 780的海鲜丼 这都是马到爆啊 就是当场 那你记得要定位 580 580的海鲜丼 580 580而已哦 真的 现在是在饭店 不是在路边摊哦 看清楚哦 这个餐厅的质感 我们是在这么棒的一个 饭店里面吃饭 而且是吃在日本料理 是这么用料 这么实在的 看一下海鲜丼580 我们现在桃园的名人堂里面啊 一一跟大家做餐厅的介绍 因为吃的东西太多了 看你们吃什么东西 应该可以满足大家的口味 因为不管你是要小吃 不拿日本料理 你要炒菜 你要素食 我们什么都有啦 哦 所以跟你讲不要再出去咯 拜托 不要再浪费时间啊 车子停进来呢 就不要再出去了 就在里面 好好的玩 两天 足够的两天哦 那这边有个养心茶楼 它就是全树的哦 是全树的餐厅 但是呢 他把它做的不像树的 听说是这样啦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养心茶楼的 就是整个是树的 对于吃树来讲的话呢 是一大的福音 整个全树的在这里哦 养心茶楼 蔬食饮茶的地方哦 然后可以看一下的话 它的价格呢 也都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啊 那这个你看 哦 焗烤的 焗烤的白菜啊 都是100多块 100多块 128 128 它平均在这边 我们看这也98 就是98 100多块这样 一道菜这样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 它有分哦 有分煎炸类的啊 哦 然后有分蒸笼类的啊 有分类 也都是98块 98块 非常平易近人的 百元类的一道菜哦 所以来这边的话呢 你会觉得 诶 选择非常的多 吃树的也可以 那吃温的也可以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汤类啊 锅类啊 麻辣锅类 麻辣锅也有哦 也可以吃到锅类啊 药膳锅也有 都是素食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 其实出去觉得 诶 吃素不方便 没想到就在饭店里面 他帮你弄个全素 这么高档的餐厅在里面 但是它的价钱 却是非常的平易近的 有没有看到 80块 几十块钱的 180 都是在几十块钱 100多块的一个素食的餐厅 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然后像这样子的锅 也是这样子 一个钟 一个汤 也都是200多块就有了 100多块 200多块的一个素食餐厅 就在这里面全素的哦 这里面都是全素的 全素在里面 所以对于吃全素的人 应该是欢呼了 应该欢呼的 你们的福音来了 在里面吃全素的这边 没问题哦 然后看完这边呢 好 往这边还有一厅 这一厅呢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餐厅 大爷呢 他们应该说他们用工费 他们去台北的时候 就吃过这个餐厅 很多人呢 都会来吃这个餐厅 来看一下 也非常有名 应该你们都不陌生 潮贵 潮贵呢 在这边呢 台北也有 台北也有哦 那呢 喜欢吃热炒类的啊 或喜欢譬如说 喜欢吃港点的东西的啊 这边也都有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边 来 这边是素的素的在这里 素的在这一厅 昏的在这边 昏的昏的昏的 这边有没有看到 昏的在这里哦 昏的在这边 那昏的菜呢 也都非常的多 哦 要鱼有鱼啦 要肉有肉啦 全部在这边 都可以点得到 200多道 200多道 有听到吗 200多道 所以呢 绝对可以满足大家 各种的需求 满足 有牛肉 有猪肉 有鱼 都有哦 然后你看这个 还有锅类的 还有这个钟 一人一钟 一钟 一钟的 所以呢 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每个人需求不同 只有一个字 对 我们大爷持果 他在台北持果 潮贵 非常的有名哦 非常的有名 这样子 那这次呢 我们会帮大家争取 我们没有硬绑大家晚餐 但是呢 不用怕 我让你们自由选择 我会给你们好康的 会给你好康的哦 但是呢 我这次打算给你们 一破三十的概念 一破三十的概念哦 我送你们其他东西 跟我一起看下去 我送你们另外好东西哦 我送你们一个下午茶套餐 可爱的下午茶套餐 即将送给小朋友 阿姨的心意啦 待会跟我去看一下 下午茶是要吃什么啦 很可爱的一个套餐 不是两套 应该说两套 两套 两套 我要送给你们 小朋友的一个套餐 一进来呢 我们办理入住的时候呢 先去吃阿姨送给你们一个 下午茶套餐 那晚上呢 就爸妈来决定 要吃哪一餐哦 我们先把小孩子 先喂个下午茶 他稍微饱了一下 我们就有体力来玩了 那晚上呢 爸妈再来吃好料的 换爸妈 换爸妈出动了哦 那现在呢 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那个球体 球体里面到底在 有什么把戏呢 有什么花样呢 可多的咯 把戏非常的多 玩不玩 玩不玩呢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那个球体呢 是要从一楼搭电梯上去 先搭到七楼 从最高的地方 用两只腿 两只腿 他希望你从最高的地方呢 逛下来 所以呢 假日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在那边排队 要上楼咯 尽量尽量就是避开假日人潮 那可能 假日你可能一到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check in的时间 那可能那个球体里面 就会快爆炸了 大家都想要进去那个球体里面 所以可能有时候大家避开一下 人潮多的时候 稍微跟别人错开 你才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哦 美美的照片哦 现在带大家去上面球体的地方 来跟我一起看过来 停车的话呢 是室内停车场不用担心 不会 不会淋到雨 也不会塞到太阳 是室内停车场 我们刚刚是停到地下室的室内停车场里面 房客的话 直接停到地下室就可以了 蛤 什么东西 蛤 等一下 先走 好 我们先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 七楼直接坐电梯上去 七楼的地方 看一下名人堂 哦 名人堂 到底里面有什么把戏 其实把戏真的很多 然后另外呢 我要送给大家几个东西 它里面五楼的这样 有一个打棒球的地方 有一个比如说类似打电动的啊 我们会送给你们六个代币 价值两百块会送给你们 六个代币两百块送给你们免费的玩哦 这条又生起来啊 又生一条啊 会送给你们六个代币 然后呢另外呢 我们还送你两个下午茶 给小朋友先让他肚子 先把他补满他的肚子 才要体力出发继续玩 所以两个下午茶在这边 另外呢 会送你一个DIY在这里哦 阿姨又送你一个DIY 给你做一个DIY 所以你看光是这里面 可以玩的把戏就非常多了 然后刚刚讲的洗头发的 你看二楼 三百块 洗头发的二楼 撒霸扣在这边 二楼 二楼给洗头发三百块 三百块 诶 等我 好 我们看过来 这个球体的部分 来了来了来了 对 没错 冰棒冰淇淋是台大的 我们台大的 我们台大的 那个小小幅里面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边 那个 现在我们在球体的七楼 为什么希望你们先到最高楼来 因为他希望你们一层一层的逛下去 用两只腿慢慢逛下去 所以中间的楼层呢不停 不停靠 我们只停靠楼上七楼 希望你用走路的走下去逛街啦 那这边就是很多人会来拍照的地方 看到这什么意思 什么感觉呢 看得出来吗 装置艺术 球员的装置艺术 他们在打球那个姿势啊 看到那个球员的摆pose 有沒有 球员在挤球的动作 可以学他 把那个pose来拍照这样子 球员摆pose的知识 所以很多人都会上来 学他摆那个姿势拍一下照片 然后呢 这边是在介绍名人殿堂 里面有很多 有关于棒球名人 来我们看一下 小男生都很喜欢这一种的 哇塞 现在风景 来来来看一下这边游泳池 来看这边更清楚 来 好美的景观哦 他有三个池啊 前面前面正前方游泳池 看到户外游泳池了吗 然后他还有一个 等于是一个半户外 有屋顶的 所以即使下雨 你们也不用担心 那有看到房间部分 都还有阳台吗 超赞的 有没有有没有 我又把你们拐出来了 好我把你们心又骗出来了吧 我现在带着你们心 跟着我一起来 桃园龙潭的名人堂哦 现在是在名人堂这边 看到游泳池 户外游泳 有没有看到 那有屋顶的话 那也是游泳池 屋顶的部分 它是属于半户外的 所以即使下雨天的话呢 他一样是可以游泳的哦 再来他一年一年四季都不休息 他不休息 他是温水的游泳池哦 所以不用担心 一整年都开放的哦 一整年都开放哦 好非常棒吧 哈哈你们又被我拐走了 心又被我带走了 那边还有个球棒 老公 这边有个球棒耶 大门口啊 大门口有个球棒 你们看到 灰棒 这边有球棒 他球棒配合这个棒球 这个吧 球棒配合这个球体 灰棒 他这边呢 看过去其实视野非常的棒 因为这边就是他最高了 没有人挡到他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棒球的名人堂呢 这个呢 拍谁 我就很外行了 这个我真的不行 这个叫我们家大爷跟小朋友 他们比较厉害 我真的是肉咖的 说到体育呢 肉咖 这个完全不行 我就真的是来看热闹 看热闹我最会 你看看热闹 你看热闹 很好拍 他就是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球员的 球员介绍 但我这个就不行 大爷 这个我就不行了 这你比较厉害啦 我不行了 这个我真的肉咖 是呀 是呀 我跟你讲 其他我都很 我都很厉害 我的唯一 死角就是 体育不行 我就是那种 有没有 体育课有没有 考完试 躲到树下 三姑六婆聊天的这种人 没错 我承认 体育我真的肉咖 好 不好意思啦 肉咖人家 你自己看一下啦 我真的肉咖 不知道怎么介绍了 但是呢 我只知道这个是 大爷跟小男生都很喜欢的 真的 讲到体育就是我的死角 这个我的素养不够 我真的不行 肉咖就在这边 大爷 我都看不懂 大爷 你跟我介绍一下 我看不懂啦 我被吐槽了 看到吧 他说这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了解的 完全走不进他们世界 我被他们三个排挤了 讲到体育 我就是外行的了 应该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 但是我就是不懂 我真的是看老爷咧 很多的收藏 郭太元我懂我懂 这个我懂我懂 因为他老婆我懂 郭太元吗 我终于有个听得懂的 郭太元我懂 因为他老婆 我懂我懂 这个郭太元 看到了吗 终于有一个我懂的了 我只懂了明星啦 我只懂明星 很开 郭太元 这个 这个 有没有我懂的 这个是什么老公 老公 这是谁 Cano Cano 他说Cano啦 Cano 电影喔 他说Cano 电影的 我完全不行 挂了 哇塞好多 这边很多小男生喜欢的 很多很多的收藏 哦 对棒球很很风靡的人 真的来这边觉得太赞了 而且呢 你就算没有来住 你也可以进来看 他们非常热情的 欢迎你们过来这边 来进来消费 进来看 他不收门票 他们非常大方 也不收门票 那你可以在这边走走 吃吃喝喝 都非常欢迎 不收门票 只有如果开车 是收停车费200块 不能折抵消费 这个我懂 这个我也懂 彭正明我懂 这个我也懂 我又懂一个了 这个我也懂 所以欢迎你们啊 进来拍照啊 来看啊 都可以 这个是公开的 不用收费 他就欢迎你来参观 好 OK 继续 我们继续看 等一下会有其他疯狂的事情哦 小朋友是在另外 另外下面 越下面 下面的是比较幼稚的 因为等一下呢 会有 Snoopy 打棒球的区域啦 他希望你是 是从最楼上 七楼 用这样斜坡斜 走这个球体 因为你才每一层楼 每一层楼 好好慢慢的逛 所以 坐上来最高楼 下去就不要坐电梯 是用走路的 走路的方式 我们现在是在圆球 你看我们是走圆形的吗 从外观看是一颗球 我们现在在球体里面 在走这个球里面 让你们了解 球里面到底在玩什么东西 就在这里面 这个球是悬空的 哪一个 我们在球悬空里面 这个球体里面 从外观看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就在球里面 是悬空的球里面 现在是在 往楼上 七楼 先上去七楼之后 一层一层的走下来 他是用 绕圈圈的方式 那希望你呢 用走路的 好好的逛一逛 这样子 那这一层呢 这一层 我懂我懂 这个是有点那个 像你互动的 对不对 互动区域 属于互动区域 来了来了 这个我就比较懂一点点 他是不是可以投影啊 棒球体验区 欸 他可以投影啦 但是呢 要怎么投 棒球体验区 投影的 但是可能要 看一下到底怎么使用了 这个啊 我儿子来应该他就懂了 这边是属于互动区域 这边是属于互动区域 我们开个东西 要什么 将手温柔的放进手套里面 然后可以干嘛 可以干嘛 干嘛 看一下 好 干嘛 要干嘛 投下去吗 哦 这个非常妙 你要先把手放到 手套里面去 然后再来丢球 再从眼镜这边看 这样子 没有欸 你真的有球 打到人 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弄给他 手伸去 然后呢 走进去去嘛 然后呢 你先弄 你先给我看啊 我先示范一遍怎么玩啊 然后呢 再来呢 再怎么办 接吗 你有接球的感觉啊 有接球的感觉 哦呦 有有有有 你自己看啊 你看那个手套有震动 这个手套真的有震动欸 所以手套放进去就对了 手套放进去才能看得到里面的东西啊 哦 可是我在直播啊 我手这一只手 我来看看 我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手套放进去 手套放进去 我放了哦 然后呢 啊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他整个手震动一下 他刚刚这个手啊 整个震动接球的感觉 他有忽然吓一跳 他每个位置啊 啊每个位置不一样 这个也是比较低的 他比较低的位置 刚刚吓我一跳 整个手 这样震动 震动 震动 这样子 太好笑了 吓死我了 我们现在 大声尖叫 赶快开团 哈哈 我也觉得 我刚刚忽然觉得 手怎么震动了一下 他会震动哦 他就是每个手 每个手的位置 你要放手进去 然后放进去之后 你知道啊 你知道啊 你知道你这么棒 你玩给阿姨看一下 怎么玩呢 你手放进去了 哦蹦 有没有蹦一声 他真的蹦一声 他手 你看妹妹你看一下 很棒耶 他很渴啊 他跟我说 他知道怎么玩 他手放进去 我刚刚手就蹦 会震动一下 这样手震动一下 震一下这样子 就有投球的感觉哦 超厉害的 超妙的 他模拟 模拟接球实际 我刚刚真的被吓一跳 因为忽然就这样 登登 登登 这样子 而且他一直蹦一声 你在现场的话 会听到他一直蹦 好像撞墙壁 蹦一声这样子 很妙 非常的妙 啊 啊这个是什么 大爷 这是什么 投球 球路 球路哦 分析球路哦 他分析球路 他说分析 他分析 路径 路径 你按下去 他就分析给你看说 你的那个路径 卡特球 卡特球 死了 我都听不懂 唉 我们家三个都觉得 我太肤浅了 因为我对体育 真的完全不行 死了 这就是我很肤浅的地方 什么都很厉害 就是这个体育不行 完全没办法啦 还有棒球球鞋 哦 做介绍这样子 哦 我们这两个看到 完了 又要买了 这边呢 非常妙哦 完全不收费 你就算没有来住的话呢 他们也是不收费的 但是只有开车进来要200块 不能抵消费 但是他们消费说真的 真的有够烤的 太便宜了 路边摊的价钱呢 等一下给你们介绍今天吃的小吃部分 有够烤的 25块 起跳 15块 25块都有哦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真的很夸张 好 保证你们消费得起 而且是很开心 就在里面吃饭 也不要再出去奔波 我老累咯 哎 再下一个 下一层下一层 我跟你讲 另外一层更妙了 哎 大爷走咯 大爷 带你去下一层啊 走了啦 大爷 我们带你去另外一层哦 很妙的一层 走走走 哇 这边好多球哦 艺术品 我们带你去另外一层 走 咱们一起去逛 不同的感觉哦 大爷 走了啦 好 我们走下去 走 走 跟我一起走下去 而且我跟你讲 非常忙碌咧 来来来 六点 六点 我跟你们讲 六点有个事情哦 有个事情 这时候 我就有感觉了 我要去做一件 很有水准的事情 六点钟 我要去做一个 很有水准的事情 待会再告诉你们 是什么事情 发生了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移情养性一下了 六点钟 六点钟 我要去移情养性 你到底要吐槽 你什么意思 他给我吐槽 我要去移情养性 六点钟 我要去移情养性 我会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跟着我一起分享下去 然后呢 一个小时的移情养性之后呢 我再来吃饭 那再来吃饭 那再来吃饭啦 不要吐我槽 我告诉你 我实际有水准的哦 六点钟 我要做一个事情 我要跟你们做分享 好不好 再跟你们分享 那个是什么事情呢 你们听到我的回音 还有 喂喂喂喂喂喂 还有回音的哦 我在球体里面 讲话会有回音 他希望你一层一层的走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走球体 圆形的绕一圈 走下去咯 很多地方很好拍 这边呢 人家说号称 网美拍照的 每个角落都很好拍 你看 圆圈圈圆圈圈 这一层呢 来来来来 重点在这 针对比较小的小小孩呢 应该程度跟我一样 就会喜欢这一层 这一层来来来 我的程度是在这一层啦 我喜欢这个 来来来 Snooby啦 Snooby来了 Snooby来了 有没有看到 准备进入Snooby的天地咯 哇 Snooby朋友出来啦 这也太妙了吧 有没有看到 整个Snooby的天地哦 而且呢 包含你看他打击的 也都是Snooby哦 陪你玩哦 看一下Snooby 这一层楼呢 这一层楼呢 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了 我会给你们六个代币 六个代币 免费的提供六个代币 给你们在这边玩 价值200块的六个代币 在这一层楼 在这边跟Snooby一起玩耍咯 在这边跟Snooby一起玩耍咯 头球 Snooby 有没有觉得每个地方都很好拍 看一下 这一层楼呢 会有六个代币给你们 我们会给你六个代币 所以妈妈 你再生一条啊 这条我们再生起来 对不对 多少钱啦 200块呢 也不错哦 他都是用Snooby的 连Snooby的图案 这样配你打球 好 好记得赶快做笔记哦 这一层呢 我提供六个代币 我们会提供六个代币 让你在这里 跟Snooby一起玩耍哦 是不是每个角落都很好拍 都是可以拍照的 可以浪费掉很多的底片吧 所以记忆卡准备着 记忆卡多准备一些空间 来这边拍照哦 連饮料都是Snooby 全部是跟Snooby有关系的 都在这边 因为Snooby跟他的朋友 是打棒球的啊 他们也爱打棒球 这个也是扭蛋 也是都Snooby相关的咯 非常好拍吧 来这边 真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照的好地方哦 他还让你坐在这边拍照这样子 帮你准备好的椅子让你拍照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也是小朋友的话 来这边呢打击 我们家一定会来打这个的 我们家小朋友超爱这个 超爱打这个 全部是用Snooby的哦 他连那个图案都是Snooby的图案哦 一整排的哦 一整排的都是跟Snooby一起来打球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次代币 两枚 我们总共会送大家六枚 这次送给大家六枚 帮妈妈省钱哦 东省西省东挖西挖 我就负责挖给你们 我们什么都要省一点 勤一下勤一下 大家弄好对不对 就帮你们想到啦 啊 等一下呢 又要吃好料的 吃好料我们帮你们省一点 也要省一点啦 尽量啦尽量 我的能力就尽量范围 这边很好拍哦 太可爱了吧 太好拍了吧 你看这边也可以坐在那边跟他拍照 我要坐在这 为什么 我要拿移动电源啊 我没电啊 我想要说话啊 让我充个电 死了 我快没电了 赶快充电 好了 Snooby的天堂 小朋友很喜欢的 就在这里哦 等一下呢 还有东西要送给你们 我刚刚不是说的吗 下午茶 我要送给你们下午茶 在另外一层楼哦 我要送你们的 两套的下午茶 再等一下咯 等一下介绍下午茶给你们哦 有没有很可爱啊 有没有觉得很疗愈 哈哈 疗愈的啊 很好拍照吧 欸 儿子来跟他拍的很可爱耶 哦 惨了 时间不够用 真的 这个绝对待到明天晚上了 惨了 结果我们的功课又荒废了 今天 我们本来书都带出来了 又要荒废了 真的 晚上要不要念一点 明天留比较晚 我们每天其实 我们家因为哥哥已经升国中了 所以其实每天都有进度 爸爸都安排进度 已经帮他上国中的进度了 我们家呢 没有补习 我们有一个那个台大的那个教授 哦 我们聘请那个台大的那个私人教授 在这边 私人的安亲班 我们有独家的安亲班 爸爸安亲班 好可爱哦 超好玩的 超好拍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们去下一层楼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要送给大家的是一个下午茶 应该说两套下午茶送给大家咯 在下面 我们先偷看一下 下一层楼 是我们要吃下午茶的地方 要送给你们咯 你们可以在下面吃 那位置不够的时候 也可以打包 打包下午茶在下面 儿子一定喜欢打这个 我们家儿子绝对很喜欢这个 他连那个画面都是snooby的画面 你看一下snooby画面 他的画面的话就是snooby陪你打球咯 好 我们现在往下走的话 要介绍就是 我要送给你们下午茶吃东西 还有呢 我跟你们讲要送你们DIY一份 一份DIY跟两套的下午茶就在楼下 三楼三楼 往下走 继续走下去咯 大爷走咯 大爷走下去咯 我们继续往下走 光是这个球体的部分呢 就太多东西可以看了 所以呢 我们尽量 帮大家安排好是说 能省则省 然后能给你们的 我也尽量是送给你们 刚才讲了 在这一层楼 我们讲过了代币在这边 我送六枚代币 我们就省一块 六枚代币200块 又省起来了 又省一点点 然后等一下去楼下呢 我们要吃的是下午茶 这一条呢 我再帮你们省一点点起来啦 尽量尽量 我的能力范围的话就是 虽然说真的 价格我也觉得是不便宜 但是我能做得到就是 多少 知道我的心意在哪边 我的心意爱心 爱心 钱跟爱心 都帮你们省下来啦 就是这样子啦 尽量啦 我们尽量省一点 东省西省 就是妈妈嘛 妈妈不就是这样吗 好 下午茶即将出现 我们来吃饭喔 吃下午茶咯 跟着我来吃下午茶啦 多少 轻轻一点给你们好不好 我最会轻了 东轻西轻 又轻给你们了 跟着我就对了 你们是不是知道我的个性 对不对 就知道我最爱你们了 爱你们 好 看到了这一层又是 Snoopy的有关系的又出现啦 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要吃下午茶 还有DIY的地方啦 也是一样非常好拍照 现在这个时间来的话 就很好拍啦 它都有椅子 还可以让你拍照 超可爱吧 一整层都很好拍咯 我们有说过啦 为什么要放Snoopy在这边呢 因为Snoopy跟他朋友 爱打棒球啦 你们看这个桌子也是棒球 来 一二三四 这四张桌子呢 都是可以吃下午茶的地方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打包 那这边呢 座位区呢也都可以来吃下午茶 你可以把下午茶 待在这边 也都可以有座位区可以做 或者是拿回房间也OK 然后等一下呢 里面 那个里面 有没有那个布幕里面 那等一下呢 我刚刚说了 六点钟 六点钟 我要做一个比较有气质的事情 Life Show 看到吗 我们名人堂的Life Show 在这边 夜光表演 有没有看到 六点 六点到七点正式的演出 就是等一下我要做的 有气质的事情 就在这里咯 好 等一下给你们分享 晚上的夜光表演 有气质的表演咯 好 现在看到 这个快餐校车 有没有看到 这个校车 这一车呢 就是我要送给你们吃饭的啦 我要送给你们了 我们这次不带晚餐 但是我送给你们吃下午茶 那晚餐的话呢 就是让你们自己去挑选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下午茶呢 是阿姨的心意咯 阿姨要送给小朋友 来了来啦 大家吃饭啦 吃下午茶咯 一到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先来兑换下午茶 先来兑换下午茶 那小朋友先垫垫肚子 就有体力 可以开始拍美美的照片 跟着你们游玩咯 来看一下 要吃什么啦 赶快来看一下 我的下午茶有没有诚意啊 来来来 我很有诚意哦 阿姨的心意在这 爱心 好 看这个啦 呵呵 看一下看一下 来 帕尼尼 有没有看到 帕尼尼哦 Snoopy的帕尼尼套餐 或是这个牛肉卷 或者是披萨 嗯嗯嗯嗯 三套 三选二啦 有诚意吗 我加饮料 加上饮料 三选二 阿姨的心意在这边 Snoopy图案的哦 Snoopy的哦 还有起司哦 起司哦 起司卷哦 还有披萨套餐 来看实体长怎么样 你看到 来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 长这样 牛肉卷就长这样 牛肉卷再加上这个 哦 我们的牛肉卷 这是要送给你们吃的哦 都是要送给你们吃的哦 有没有看到 帕尼尼就长这样 帕尼尼 那我一定要是配个饮料 Snoopy的帕尼尼要送给你们吃的哦 再来呢 就是这个披萨 还有 香味仪口味跟白酱的鸡肉 也是要送给你们吃的哦 这样子小朋友吃了之后 心情就会好一点点 就会陪你们去逛下去啦 好 东省西省 我说过了 两套 有没有诚意 爱心 我的心意在这里 三选二 一 二 三 三选二 三选二 配饮料 三选二 那饮料有可乐 雪碧 红茶 梅丽果 柳橙汁 三选二 是我的心意 爱心在这里 啊 淑慧阿姨的爱心哦 看到了哦 哦 应该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这个披萨 但是如果为了可爱图案的话 啊好难抉择 完了又要吃这个帕尼尼 对不对 那想要吃肉肉的啊 大家看过来我要吃牛肉卷 都可以 哦 都是我的心意 阿姨的心意 三选二送给你们 三选二哦 是不是都不错啊 三选二 三选二 每个房间 送两套 送两套哦 我的小心翼在这边 帮你们省一点点啊 那这样子呢 你们就可以 一进来的时候 先打发小孩子的肚子 那他们吃点东西 他们就有体力 可以开始玩耍咯 好 吃饱了之后呢 不好意思 吃饱了之后呢 来跟我一起走过来 穿过这里 登登登 我们要进去 车子里面啊 车子里面要干嘛呢 DIY要送给你们 我们每个房间送一个DIY 送一个DIY 我们有预约是明天要做的 我们预约明天 因为今天真的太满了 我们可以预约明天再做 啊跟我一起来看 有哪些可以选择 我已经帮我儿子选好了 他要做那个束口袋 然后走进来咯 DIY地方 这边呢是手做DIY的地方 就在这边咯 可爱的地方吧 然后这边呢 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一般呢 我们就是有三种选择 一个是拼斗 拼斗 那一个是束口袋 那一个是那个 香香的那个 香拓包 他把它里面放了香料 然后把它包起来之后 可以拿来按摩的 通常呢 妈妈都很喜欢拿来抒压 有三种选择 我们是选择明天的束口袋 明天束口袋 所以明天再做给你们看 因为今天实在太忙了 行程满档 等一下呢 六点还来做一个 有那个 有那个艺术 艺术气息的 对 等一下六点还有一个节目 很忙很忙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先不做DIY 明天我们再来做咯 那这个呢 我们送给你一个 一个DIY 送给DIY 那原本自己付费的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 外面有价目表 如果自己付费的话呢 都是钱啊 送一套送一套送一套 喔 我很有诚意了 阿姨的诚意又来了 超有诚意吧 来来来 如果这里面不是很多人的话呢 他也可以在里面 把我们的那个下午茶 拿来这边吃 如果人不多的话 这边也可以拿来这边吃 这样懂了齁 好 OK 赶快做笔记咯 好 来看过来看过来 我的诚意在这里 我的诚意在这里 有看到 拼豆 它有拼豆 我们送一个拼豆 然后一个果冻蜡烛 这个我们这次没有配合 我们做的是 束口袋 还有这个香托包 我们三 三 除了蜡烛没有以外 三选一 那平均呢 它本来的一样是200块 我们送一份 一份 一份DIY 200块 记得预约时段喔 它是从早上的10点到12点 然后从下午的1点到5点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预约 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太赶了 我们没有那么赶 那我们明天再来做 记得喔 记得喔 我送给你们一份喔 够甘品 我们又省起来了 又省了一个 对不对 200块 又借起来了 来我们算一下 省了多少钱 DIY 200块 然后这个两套 你看两套是多少钱 我们送你两套喔 送两套喔 那再送200块的袋子 带币喔 光带币跟DIY就400块了 那我们再送一个 来 两套的 两套的餐点 两套的餐点 我们看一下价值多少钱 看一下 来 如果是这个帕妮妮是110 如果是起司的话 起司的牛肉卷是130 如果是披萨是150 那你要买什么 两套披萨就300块啊 所以2 2 200 400 400加这个如果是两套 300块 好 总共送你们再送你们 等于价值700块的东西 又省起来700块 700块咯 两套披萨的话就是 等于300块 又帮你们省了 都是钱啦 都是钱 OK 这样子应该很清楚 我们又省了 又省起来啦 省来省去 东省西省 这个我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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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很好拍吧 这边 超好拍的 每个角落都是网美拍照 连这个 话亭 电话亭都可以拍照 你看 这样子也可以拍照 都可以 这个也可以 油桶也可以拍照 都可以拍照 哇 还排队呢 他跟他好朋友排队了 都可以拍 随便拍啦 都可以 当然啦 里面还有 开景业收宅 你看这台公司 这样前面拍很漂亮吧 好 校车出动啦 在他们去上学了 里面就是败家的地方 又来了 很好买 给gameway 就是 进来就会花钱啦 加钱买咯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 真的都不贵 这边的消费 以饭店来讲 他们真的很有诚意 你看他连饮料很好喔 饮料的地方啊 连饮料都是snooby的喔 snooby图案 然后外面的话呢 还有snooby的露台 因为现在下雨 不然其实东西也可以拿外面这边吃 来 snooby的露台 看那个草地上 一个snooby的头 所以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的 下午茶呢 也可以来这边吃 外面的话很悠闲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可以坐在外面 吃下午茶 也可以拿回房间 吃 也可以到刚才那边座位去吃 也可以来这边露台去吃 或者拿到我的说的 7楼的秘密基地去顶楼 那边秘密基地吃 都可以在那边吃喔 以上是我们可以吃下午茶的地方喔 有有有有有有有 我跟你们约好了 7号 9月7号 9月7号 9月7号开团 9月7号开团 9月7号开团喔 sno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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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号跟大家见面 9月7号隆重登场囉 现在重点是你们先把你们的行事力先拿出来 先看清楚自己想要去的日期 但是丑话先说在前面 我最实在了 我告诉你们 假日真的很难很难 要速度很快真的 有团友吗 是有团友 是有团友 员工是有团友 谁 员工是有团友 员工是有团友 员工是我的团友 哎呦我真的好感动耶 真的假的 他说买很多我的票券 我心想都拍谁 嗨 嗨 嗨 听说是我们的人是不是 是 我想要买你的票券 真的好感动喔 谢谢你啦 这么捧场 没有你介绍的太好了 没有没有是你们太捧场了 有你们才有我啊 我是有动力拼下去啊 我今天来这边继续打拼下去 对啊 你们这边太棒了 对啊 你这边工作 我们每天都很开心吗 因为看到这都很美好 就很可爱的地方 心情都很愉快耶 有没有看到我们团友 全台湾都有 我走到每个饭店都会被团友抓到 表示我们团友真的是遍布全台哦 太棒了 要多多照顾我们自己人 到时候我们下礼拜开团 就有很多我们团友进来玩了 要反正你们照顾一下 我们无边际啦 谢谢你们哦 谢谢谢谢 你看太棒了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好漂亮的地方 好可爱的地方 吃风筝的树 为什么叫吃风筝的树呢 因为 Snoopy 跟他的朋友 他常常 都是 玩风筝的时候呢 就会卡住 叫吃风筝的树这一棵 哇 一直延伸到刚才我们楼上上面去了 这个叫吃风筝的树 因为会卡在上面 太可爱了 太可爱的Snoopy啦 哎呀 说了老半天 你们一定很想看房间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房间要开奖了 开奖了啊 太忙了太忙了 这边实在太好拍了 等一下抓小孩来拍照 然后我们六点 现在几点了 五点三十几了 五点三十几了 不好意思喔 先不破房间 我要去做一个有艺术的事情了 六点钟 六点钟 我们要开场 蛤 可以进场了 等一下 先给你们预告一下 我们等一下六点钟 六点钟就在这边 名人堂的夜光表演 就在这边 我们看到里面有个布幕 里面呢 很厉害喔 它是一个模仿小型的球场 但是它是一个表演厅 我们等一下会在里面 做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但是呢里面不能直播 不能录影 所以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我没有办法直播给你们看 但是呢 我们会拍照 拍照是应该是OK的 拍照是可以 我们刚刚有问过 不能直播 不能录影 但拍照我会拍给你们看 它里面是一个球体 像那个棒球 棒球 棒球球场的样子 但是它是一个表演厅 我们会在里面 他每天的表演不太一样喔 例如今天呢 我们就要做点有气质的事情啦 那如果是假日的时候呢 听说还有不同的喔 有时候有小丑表演啊 有马戏团的表演啊 不同的表演 今天是比较有气质一点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演唱 今天是不同的乐团 在里面演唱 但是表演什么呢 我会给你们做分享 但是可能就没办法直播了 就比较不好意思啦 没办法直播了喔 那就是我自己去做 有比较气质的事情 我来做就好了 我来做一点气质的事情 来熏陶我自己的艺术 好 这边呢等一下会来看表演 六点钟 看完表演之后呢 七点 七点跟你们约 七点多 我会介绍晚餐吃什么给你们看 我们今天要吃的呢 是在V1 V1整个它有点像美食间 但是非常特别的美食间的一个做法 会跟大家做介绍 它的吃饭的一个方式 非常的特别 而且是很划算的很划算的吃饭的喔 真的是便宜又大碗 但是却在饭店里面喔 所以呢 不要再出去了 时间没够用啊 不要乱跑出去喔 就跟着我们这样一起玩玩玩喔 我们待会见喔 待会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